接下来播映二间新闻 各位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一连三日的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南展开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明天将会出席联会开幕式与及致辞 行政长官崔细安也会出席 今届论坛将讨论经济和民生等议题 今届博鳌亚洲论坛有超过两千人出席 包括多国领导人和政要 工商界和学术界领袖 今届论坛年会的主题是 变革世界中的亚洲迈向健康如何持续发展 国务亚洲论坛秘书像周文仲说 在欧美债务危机的阴影下 全球经济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因此亚洲各个经济体 如何更加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会是这次论坛的一个重要议题 外围的市场比较疲软 除了债务危机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开放民间金融和银行等的经济议题外 房地产 就业 人口老化和医疗等等 和民生相关的议题也都纳入论坛议程 澳门电视台记者申孔家报导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海南博澳 会见吴敦义率领的台湾两岸 共同市场基金会代表团 李克强希望两岸合作踏上新台阶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连早9点多 会晤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 最高顾问 台湾的后任副总统吴敦义 他人在首次的李吴会中 以线沙互相称呼对方 李克强说 虽然全球经济仍然存在不稳定因素 但两岸经济可以从中找到新机遇 李克强希望两岸为首合作 令到两岸关系踏上新台阶 而吴敦义就为两岸未来发展 提出16次针研 以学者认为 由于李克强有望接任下届总理职务 今次和吴敦义加深认识 能够为今后促进两岸经贸关系 打下基础 欧门电视台记者 郭榮曼报道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在海南省博奥 和港澳代表团会面及合照 李克强下午和正式出席博奥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活动的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代表团 以及企业家会面及合照 行政长官崔世安也有出席 之后崔世安也出席了海南省政府的欢迎晚宴 星期一将会出席博奥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的开幕式 行政长官崔世安抵达海南省出席博奥亚洲论坛开幕式 他在机场说特区政府非常关心通胀情况 会确保民生质素 行政长官崔世安说 特区政府一直密切关注本路的通胀情况 尤其是今年年初的通胀数字较高 在被问到会不会有新的对抗通胀措施出台的时候 他说最重要是现有的措施行之有效 我们是持之以行去做 也都要看本地和外在的环境因素来到去做 也都不是每一次一定有一些新的东西 去到去特别要加上 我们最重要是做到这个行之有效 同时特别是令到我们基层 和令到弱势社群的生活质素没有改变 卓奥亚特区政府一直跟内地商务部 质检重局等部门保持紧密联系 以确保公澳货源渠道充足和品质安全 同时也加大力度开拓东南亚市场 增加输澳货源渠道以稳定物价 澳门电视台记者曾孝余报道 转提其他消息 运输公澳司司长刘思耀日前率团 到日本考察当地轨道交通借鉴经验 全面提升本澳轻轨系统 在未来营运时的安全管理 运输公务司司长办公室发出新闻稿子 刘士尔说特区政府十分重视轻轨建设 希望透过这次到日本考察 为轻轨建设提供更全面的专业意见 而在轻轨建设过程当中 将会贯彻人性化原则 让居民踏得方便 踏得轻松 他提到日本的车站在无障碍设计 周边车辆停泊安排和社区接驳等 在规划工作上十分细致 值得澳门参考 刘士尔日说轻轨系统 不单只是交通工具 更加具有深层意义 为本澳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轻轨系统在本澳发展过程当中 一个重要里程碑 提高城市地位 特区政府的代表团在日本期间 分别参观了三菱重工车厂和营运中心 了解本澳轻轨系统的制造过程 以及实地考察了广岛和东京的列车系统 澳门电视台记者蔡蓝报道 澳门论坛探讨政府 新增200个百年期的士业牌照 业界希望交通事务局 能够尽快列明可使用的士种类和规格 论坛上有市民认为 就算增加200个的士牌照 仍然不能够解决搭的士难的情况 也有市民反映打电话去车案询问 但又找不到适合作为的士的车辆种类 打电话去丰田厂 有相熟的销售 他给我的答案就是说 今年是不会有环保欧四的车 人多地少交通制室环境污染严重 所以增加了几百个的士牌照 也没用 我们业界已经这么多代表来 而我们交通事务局都排不到一位 官员来真的很失望 业界认为的士竞投牌照 现在在招标 不过交通事务局未有清晰列明 适合作为的士 并且符合欧盟四期标准车辆的牌照 和款式 令到有意参与竞投的士牌照的人士 无所适从 投标其实是讲计数而已 如果它一切资料都未有 政府又提供不了 它又没有渠道拿 那你说怎么落标呢 车种和配置或者价钱等等 这个东西非常之重要 会直接影响到你投标的价钱 和往后的八年的运作经营成本 政府既然说有十几种车种 是符合欧盟四的资料 为什么政府不可以长列 将这些资料公布给投标者知道 业界又希望当局可以尽早公布 有关车种 令到有意投标的市民可以清晰 欧盟电视台记者高贝乐报道 晚上7点多 右汉新村一座大厦发生火警 火势迅速被救息 没有人受伤 晚上7点30分左右 消防接报 右汉新村牡丹楼地下楼梯间 集物起火 消防到场的时候 火势已经被居民用水淋湿 现场遗留被销毁的集物 没有人受伤 街总和工联联合在尼岛区 举办澳门政制发展座谈会 被市民进一步了解本澳的政制发展 街总和工联在花城公园附近 合办政制发展座谈会 法改局局长朱霖霖出席收集意见 座谈会上面 很多人比较关心本澳未来政治教育 由居民希望 可以将今次的政制发展 纳入教科书 提升本老公民教育意识 文化界、教育界反而很少 会否重视工商、金融界方面 会否变得像香港般般般相勾结 今次正来之后 我希望一些关于立法会的资讯 一些研究的教育 可以加入整体教育人员 因为其实 想起研究中学或小学的时间 我们是不会知道有些相关的资讯 公民教育方面任从道远 不是说一直都可以做到 但其实我们今次在咨询期 政府也做了一些新的尝试 就是法务局的同事 他们去了一些学校 其实现在已经有40场这么多了 40场这么多 和同学和学生去分享澳门政制发展 朱林林希望通过各方面的努力 提高本老市民的公民意识 带动整个选举环境和气氛 澳门电视台记者高贝洛报导 今天起市民只可以攀带100支香烟入境 不少市民都不清楚政策的实施 而烟商就赞成政策 认为可以令到生意压提升 限制包含多种免税烟草类产品 其中免税烟的数量由200支减到100支 不少市民包括烟门都不知道新措施的实施 有烟门希望政府加强宣传 以免误足法律 又有烟门认为政策影响不大 除非再减少可愧带的数量 而多数不吸烟的市民和烟商 都赞成减少可愧的免税烟 收完工又走过去 简单了 无所谓的 要吃贵一点 如果你说那里不准带就可以 减少人吃烟 带少一点就对 那些慢慢来 那些不要一下就禁止了 措施实现是这样 可能对澳门来说生意都比较好些 每个早晚等个晚上 这一分钟 在澳门的烟 没那么好 老访烟商市场 烟草税增加和控烟发实施之后 生意额有所减少 最多的减少两成 澳门电视台记者欧云文文报导 科技大学健康科学学院 分别同葡萄牙教授基金会 以及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签署专科医疗教育项目 国际合作计划两解备忘录 科大相信签署备忘录 可以为中浦两国提供一个医疗交流平台 以持续发展友好关系 并且可以推动中浦两国医科专家 来澳交流和培训本澳医生 也都令到本澳医生有机会 在外科雜誌发表文章 推动本澳医学研究工作 有义工团体发起食物回收活动 将收集到的食物 转赠给有需要的人士 团体说市民参与度越来越高 今年收集到大约500公斤香米 以及32箱食物和饮品 你拿一袋来,我又拿一袋来 短短五个小时 一群热心市民捐出来的食物 已经填满了多个纸箱 食物家种类也都相当多样 除了饼干和即食面之外 也都有奶粉、香米和食油等等 有捐赠者说 希望尽自己一点力量 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 我算是有些生意仔做一下 都觉得他 所以就帮助社会 所以他也想帮助社会 对,尽自己的难度 有些数字上好像很漂亮 赌场发达 可能会把短短拉得很高 但实际上可能还有一些需要 帮助人士 例如现在的长者 收集活动结束之后 一群义工忙冤将食物分类整理 封好伤之后 就送到平安通呼唤服务中心 将食物转赠给有需要的人 这项回收食物活动 已经举办了四年了 发起活动家团体说 参与的义工和捐赠者 越来越多 其中年轻人的参与度 每年平均就有两成价增加 然后有些热心的 他们经过就会去 因为这里附近有超级市场 他们就会在超级市场买 有些家人住在附近 他们都会看看 家里有什么帮助我们 他们拿过来 而他们不需要 我们招募了70名希望大使 其实有八成是在职人士 其实在职人士可能公余时间 普遍认为都比较少 但是透过这个活动 我们反而去更加反映到 其实在职的澳门青年 其实他都可以抽到空余时间 去自行组织 提列的一些社会服务 去贡献社区 团体秀估计 今年收集到的食物数量 会比去年大约有1至3成的增长 澳门电视台记者财能报道 国际方面 缅甸举行的国会补选投票结束 最大反对派全国民主联盟声称 领袖昂山素姬顺利胜出 不过选举也收到多宗违规投诉 投票结束之后 缅甸全国多个票站 随即进行点票 现场有官员 以及多名民众等监察点票过程 官方将会在一个星期内 公布选举结果 最大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姬领导的 全国民主联盟声称 昂山素姬胜出所属的公目选区 顺利进新国会 又说除了昂山素姬之外 在其余有候选人参选的四十几个议席当中 全部胜出 在仰光的联盟总部 超过一千名支持者聚集足节 又废母全国民主联盟的红色旗帜 在选举期间 欧美和东盟等国际观察员 获邀监察投票 有观察员说 选举过程顺利 不过全国民主联盟就说 选举出现违规行为 收到超过五十宗投诉 主要涉及选举指质有问题 难以投票 亦都有部分选票 未经选举委员会封号 令到选票无效 有分析相信 昂山素姬能够顺利胜出 首度进入国会 今次选举 在664个国会议席里面 补选45席 但是由于现时国会内 有八成议席 是由军方或者军方支持的政党控制 所以即使昂山素姬的政党大胜 也未必能扭转由军方操控的局面 澳门电视台记者黄启邦报导 武汉高铁今天通车 由武汉到深圳的车程缩短至四个小时 武汉高铁第一班列车 星期日早上7点在深圳开出 武汉高铁是由广深高铁 和武广高铁联通营运 列车时速300公里 由武汉到深圳所需的时间 是四个小时13分 比原来的车程缩短三个小时 武汉高铁票价 是广深高铁和武广高铁票价的总和 由540元到1660元人民币不等 通车日临近清明节假期 售票情况相当踊跃 武汉高铁开通之后 深圳和香港游客不需要转车 就可以到武汉旅游 湖北和湖南的游客 也可以坐高铁直接到港澳旅游 而新路市也有望促进湖北经济 澳门电视台记者申孔家报导 泰国南部发生连环炸弹集击 增至最少16人死亡 400多人受伤 警方怀疑事件是南部分离分子所为 发生爆炸的街上如同废墟 消防员向建筑物射水 救援人员将商者抬上救护车 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 南部亚拉商业区和旅游城市 合艾的一间酒店 一个小时之内先后发生三宗炸弹集击 造成多人死伤 当局最初表示 合艾市家爆炸由气体洩漏引起 但其后检查地庫停车场的时候 发现一架严重损毁的汽车 和爆炸造成的大洞 警方认为这次连环集击 是南部分离分子所为 又表示已经掌握疑犯的身份 泰国总理英拉话 已经责成专责小组 对爆炸事件展开调查 并宣布对南部地区加强保安 泰国南部近十年离家分裂叛乱持续 2004年至今 泰国部分和马来西亚接让的地区 更多次发生爆炸、枪击和绑架等事件 澳门电视台记者黄国俊报导 香港今天有游行 抗议中联办 嫁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 要求后任特首梁振英落实普选 以及承诺不会就基本法23条立法 发起游行的文振说 有15000人参与 警方就说有5300人 由驻香港记者丁耳文报导 游行是由民间人权阵发起的 他们首先在中环遮打渡行人专区集会 下午3点游行队伍是一批打扮成 香港特首选举 我们觉得小熊母是被柴狼欺骗了 吃了 所以我们觉得 今次小熊母应该站出来抗争 中联办 他将干预的黑手一直伸展到来 现在放在台前 以前都是潜在地下 梁振英 梁振英 大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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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要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 当游行队五抵达位于西环的中联办门外事 就将浪皮海报放在地下 被游行人士踐踏 表示不满 澳门电视台主香港记者丁耳文报导 最后是天气 预测明天多云 短暂时间有阳光 最低气温是18度 最高23度 吹轻微至温和偏东风 相对湿度65至90之间 明天空气质量指数介乎20至60 空气质量水平属于梁浩子普通 新闻报导员各位晚安 感谢观看